确诊数居贯的美国曲线持续下行 从上周六万多例下降到目前四万五千多例 高盛预期美国今年GDP可成长百分之七 对全球经济贡献度超越中国 法国曲线呈现大起大落 近期高点突破两万五千例 最新来到五千三百多例 但重症患者周一明显增加 巴黎部分医院取消非紧急手术 因应新冠病人 英国疫情好转当中 9号通报单日病例减至五千人以下 是去年九月底以来最少 全英超过两千两百万人 接种过第一剂新冠疫苗 按养院开放有条件探视 西班牙每日新增数也从六千多下降到不到五千 过去一天增加四千七百二十一人 政府即将实行周休三日 也就是一周上班四天 以帮助数百万人维持就业 德国曲线小幅攀升再回落 上周仍出现单日破万人确诊 最新通报五千多例 各邦逐步松绑防疫措施 博物馆 购物中心 美容 美发等店家都重启营运 看到亚洲 南韩仍不时出现群聚感染 近一周以来单日确诊都在四百人上方 包括医院 学校 于市场陆市传出集体染疫 目前约有三十八万人打过疫苗 日本确诊病例快速压低 九号通报数罕见低于千人 仅有六百人染疫 不过又多了五人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反应 四人有过敏病史 两个人需要住院观察 印尼曲线震荡下行 近期单日确诊在七千例上下徘徊 疫情尚未出现明显起色 但是为COVAX疫苗首批110万剂运抵印尼 五月底前将提供前晚剂 越南新增病例保持两位数 最新通报十二例是上周高点人数的一半 但八号通报一起来自台湾病例 第二次检验才呈现阳性 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 马来西亚情况有所趋缓 确诊病患连两天低于两千例 九号新增一千五百二十九例 当局表示将会加购辉瑞疫苗 到三千两百万剂 足够给全国一半人口施打 印度疫情曲线持续回升 前一天新增一万八千多人确诊 九号在天超过一万五千例 疫苗接种加速 近一个月以来施打数量增加三倍 总共打了两千一百万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